十岁那年,千寻随父母搬家去乡下,行至一扇大门时,却误入了另一个神秘的世界。 满街都是美食店,却一个店员也没有,父母经不住诱惑,便坐下大块朵頤,吃着吃着,就停不下来了。 千寻觉得此地阴森无比,一直拉着父母离开,可惜并没有奏效。 他一个人信不走到桥边,遇见了一个名叫小白的男孩,小白告诉他,务必要在天黑前离开这里,可惜一切都太迟了。 回去的路被河水阻隔,千寻望着一辆大船缓缓开来,神明们愚困而出,过桥去贪污泡澡,他自己却渐渐变成透明人,而他的父母也因为吞食神明的食物而被变成了猪。 见此情景,小白连忙给千寻吃了一颗魔法药丸,避免他的身体消失掉。 过桥时,千寻没能忍住呼吸,被贪污的职员们发现了端倪。 小白便叮嘱他,去郭鲁爷爷那里找份工作,并告诉他,工作是在这个世界活下去,并救出他父母的唯一办法,否则就会被贪污主管贪婆婆变成动物。 千寻一路跑进郭鲁爷爷的工作室,郭鲁爷爷是一个有六只手脚的人类,为了保护千寻。 他向贪污职员小林狂称千寻是自己的孙女,让他带着千寻去贪婆婆那里找工作。 贪婆婆正忙着照顾自己的宝宝,便答应了千寻的要求,还与他签订契约书,将他的名字简化成了小千。 从那以后,千寻便一直跟着小林在贪污做事。 傍满,贪婆婆化身成一只鸟,外出巡视。 小白抓住时机,带千寻去看了他的父母,并告诉他,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全名, 因为如果像他一样,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名字,就再也回不去故乡了。 夜里,千寻看到了临在鱼中的五脸男,便让他进去躲鱼。 刚巧,当晚来了一个奇臭无比的客人,职员们误以为是腐烂神,就打发千寻招待他, 给腐烂神洗澡需要用强力去污的药玉。 掌管药玉牌的主管却不肯给千寻,五脸男便偷了一块送给他报恩。 众人齐心协力,拉出了客人身上的污泥与垃圾, 才发现他并不是腐烂神,而是被人类的垃圾填满身体的河神。 洗完澡后,河神送给千寻一颗丸子,便愉快地离开了。 唐污打烊后,五脸男冒充成客人,走到职员面前, 他太饿,也太孤独了,便拿出大把的金子引诱店员, 还不停地吃东西,把身体吃得越来越臃肿、庞大。 店员们看到有金子可转,便一拥而上, 连汤婆婆都亲自出来接待五脸男, 他却只想见千寻一人。 与此同时,小白被汤婆婆派去偷他完生姐姐前婆婆的印章, 不幸被咒语作伤。 回到汤屋时,已经奄奄一息,千寻这才发现, 小白其实是一条龙。 他匆匆赶来与五脸男见面,并拒绝了他的金子。 五脸男恼羞成怒,开始吞食贪心的职员们, 店里顿时乱坐一团。 千寻听说,汤婆婆在得到印章后,便会杀掉小白, 连忙趁乱,潜入了汤婆婆的房间。 而前婆婆站在千寻身上,也来到了妹妹的房间, 并恢复了真身。 他挥挥手,就把宝宝变成了老鼠。 小白拼尽最后一丝力气,给了前婆婆一击。 随后,带着千寻和宝宝逃到了锅炉爷爷那里。 千寻将和神的丸子飞给小白吃下,那枚印章便被吐了出来。 连带汤婆婆用来控制小白的虫子,也被千寻踩死了。 为了救活小白,千寻毅然带着五脸男踏上了没有回头路的电车。 五脸男离开贪婪的汤屋后,便吐出了当初吃下的东西, 变回了善良的人。 千寻诚恳地代表小白,向前婆婆道歉,并获得了他的原谅。 痊愈后的小白,前来带千寻回去,并想起了自己的真名。 原来,他名叫镇早见琥珀主,是千寻家门前那条琥珀川的河神。 千寻幼时曾落入河中,多亏小白相救,才死里逃生。 两人的缘分,从那时就开始了。 经历这一切后,汤婆婆的宝宝也成长了一些。 看到宝宝回来了,汤婆婆便不得不遵守和小白的契约。 让千寻随父母一同回家。 临别时,千寻和小白约定,以后一定会再相见。 不忘初心,方德时钟。 每个孩子都终究会长成大人。 不要被现实世界的贪婪,吞噬了海体时代的童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